小伙伴们好,我是冷起 1993年,王金正在拍《以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拍摄工作因为各种原因延误了很多 但王金心里最急的却不是《以天屠龙记》 因为他同时进行的电影《新少林五祖》遇到了大难题 使着王金把这个问题成为入行以来最大的困难 是什么拦住了这位以商业头脑灵活注尊的大导演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新少林五祖》的幕后故事 早在拍《以天屠龙记》之前 王金就接到了《新少林五祖》这个项目 1993年,台湾电影公司老板杨登辉带着电机 找王金指定要拍《新少林五祖》 而且一定要李连杰主演 虽然那个时候是李连杰的巅峰时期 光是1993年和1994年 两年就拍摄了八部电影 天约很紧张 《新少林五祖》是清朝期 但李连杰没有提光头 那是因为当时李连杰还要赶着拍《金舞英雄》和《中南海保镖》 不过李连杰主演这个要求肯定是没有问题 当时王金和李连杰处于事业的蜜月期 黄飞红之也激动无功 一天头龙进之魔教教主 而做得很愉快 更重要的是杨登辉本身跟李连杰关系深厚 1992年李连杰和家和闹翻 1993年,那杨登辉帮助下李连杰成立郑东电影公司 还直接给了3000万 百段郑东公司前三部电影《台湾》发行权 要知道当时电影都没有拍出来 既然请李连杰这个最大牌的演员不是问题 那什么是难题呢 王金凡是李连杰剩下四个搭档演员 怎么办?《少林五祖》是五个人 一开始就订好了李连杰 那剩下的四组肯定要跟李连杰名气相当的演员 港片虽然辉煌 但这样的演员人不多 就算请来了 电筹或是天价 王金想了好久都没有办法 甚至跟杨登辉说 能不能不要拍《少林五祖》的故事 但杨登辉有点小迷信 1974年张车导演的《少林五祖》 卖得非常好 杨登辉就是要拍这个故事 刚好一天《普龙记》 要拍第二场面动作戏 王金就跟动作指导红金宝说 大哥这几天你去拍 我就不来了 反正都是打 你替我拍 王金自己偷懒放了钱架 在酒店里想啊想 最后想到一个绝招 反正杨登辉没有硬性要求 李连杰演五祖 又找了五个小孩子演五祖 但故事背景 而李连杰和另一个小孩子 演红西关和红文定 他们父子俩才是赌绝 王金的商业头脑可见一半 真是鬼才 搞定大难敌 红文定的人选就成了关键 谢苗是个北京小孩 总想就淘气 老妈喜欢舞蹈 让谢苗去帮舞蹈班 但谢苗一看舞蹈的小男孩 都穿着几身裤不好看 就自己放了旁边的武术盘 1993年 王金来北京 选会武术的小演员 谢苗一开始就被挑上了 但角色定的是小少爷 一脸严肃的谢苗 哪里演得俩耀武扬威的小少爷 王金就说 干脆你也别笑了 来一个大仇身 一看 这就是活脱脱的红文定啊 然后赶紧敲定 其他演员人选 金女郎秋初真演女主 当然没有问题 最有趣的是刘松仁 片中饰演帅戏出场三分钟 就领盒饭的总落主 其实当时刘松仁的档期只有两天 王金只能这样设计 谁想成了电影的经典桥段 一切准备就绪 都没有等一天不隆计 拍摄结束 王金就开拍了新少爷五组 两部电影其实是叠着拍的 王金曾经说了 当年他拍电影 到片场把自己要拍摄的东西交代一下 自己想把电影做成什么效果 交代给执行导演 然后他就得走去下一片场 1994年新少爷五组上映 香港票房1938万 台湾市场也杀入了年度票房前十